我们注意到了美方有关报告 该报告刻意渲染国际战略竞争和所谓中国军事威胁 其意图无非是为自身谋求军事领域绝对优势制造借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始终不予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同时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 手里拿着锤子的人看什么都像钉子 美方一些人固守过时的冷战思维和狭隘的零和博弈观念 意测他国为威胁 罔顾国际正义功力 频繁挑动争端冲突 冲击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 我们奉劝这些人要正视现实 认清大事 纠正错误 放下手中的锤子 多做一些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的事 关于中美两军关系 今年以来 针对美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挑衅施压的错误做法 中方予以坚决回击 有利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两军关系受美方消极严刑干扰 经历了一些波折 但双方保持了战略沟通和风险管控 两军关系总体稳定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美两军关系 保持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符合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新的一年 我们希望美方从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大局出发 切实减少对中方的敌意和挑衅 与中方相向而行 继续在战略沟通 机制对话 冲突预防 危机管控等领域 加强合作 共同推动两军关系 稳定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